第四百三十三章 狠毒 在那众多惊异的目光中临动手中骨枪一震 直接是将那头妖兽的头颅震破 满天鲜血暴射 一枚流光掠出 二号稳稳地落在其手中 落进临动手中的是一枚大约拳头大小的弑红妖精 在那妖精之内红光涌动 一股股浑厚的涅槃之气散发而开 那种浓郁程度 连灵动都是略微的有些动容 之前灵动曾经斩杀过一头 造化境巅峰的妖精的妖精中 所蕴含的涅槃之气与之相比 简直就是差了不仅仅一个档次 若是能够多得到一些 他进入造化境巅峰的速度 必然是能够快上不少 好东西 灵动眼中略过一抹欣喜之意 而后手掌一握 吞噬之力涌动 直接是将这妖精之内的涅槃之气吞纳而去 而随着那一股股涅槃之气流淌在经脉之中 灵动顿时感觉到身体泛起滋滋火热 先前那番大战的疲惫也是不翼而飞 体内的原力越发的浑厚起来 这一枚半部涅槃妖兽的妖精 恐怕便是抵上了数百枚涅槃丹 斩杀这头妖兽临动身性移动 便是在那一些敬畏的目光中退回营地 再度镇守着这南边的营地 将那诸多的妖兽抵御得寸步难尽 灵动斩杀这半部涅槃妖兽的动静并不小 周围的一些营地都是有所觉察 而不少人都是对着一幕感到有些震撼 毕竟就连他们这边的半部涅槃镜的强者 都还在与妖兽纠缠 但灵动只不过在造化镜大城的实力 却是已经率先的斩杀妖兽 这可不是超越了一星半点 哼 不过是倚仗着手中灵宝之威罢了 不然以他那武学之力 也显用斩杀半部涅槃的妖兽 在北面那一座营地中 一道人影阴冷地望着 那斩杀妖兽回营地的灵动 却是一声冷哼 而此人正是进幕 那家伙手中的灵宝啊 倒的确是相当厉害 想来是地界灵宝中 都能够算作顶尖的 在此人的身旁 一身蓝身的海沙也是孝道 那对阴柔的目光盯着灵动的身影 有些贪婪之色涌动 现在倒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金木眼中有着阴毒之意涌动 他目光四扫 他们这圈子实力算是不错 不仅有着五名半部涅槃境的强者坐镇 而且麾下强者也是不少 所以那些妖兽对他们的威胁倒是并不大 另外在他们的营地之外 还有着五头半部涅槃境的妖兽 不过这五头妖兽 一直都是被他们五大王朝的人马抵御着 难踏出雷池半步 海沙 你可有办法将这五头半部涅槃的妖兽引到他们那边去吗 哼 那灵动不是表现得很不错吗 既然如此 那便再给他送几头妖兽过去 金木脸庞上滑过一抹弧度 其中充斥着阴毒之色 闻言那海沙眉头微微一挑 不急不缓地道 办法不是没有 不过吗 只要能够将这个小子解决了 事后我便将我圣光王朝的圣像崩天壮 借你参阅 如何 金壮那静默淡淡一笑 似是知道海沙想着什么一般 道 那小子手中的灵宝我也挺感兴趣 海沙微微一笑 都是你的 金木语气平淡地道 既然如此 那便交给我吧 这小子能够斩杀一头半步涅槃的妖兽已经是极限 想要对付五头 那海沙一声怪笑 旋即身形移动 竟是直接地掠出营地 深处半空 他袖袍一抖 一大棚白色坟墨便是从其袖中射出 而后将那五头半步涅槃的妖兽所包裹 这海沙的白色坟墨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些半步涅槃的妖兽刚刚沾染到 瞳孔便是赤红起来 而后猛地掉头 疯狂地对着那海沙暴冲而去 嘿 我这灵兽粉可是留着对付涅槃境妖兽的 不过现在嘛 确实先让这个小子长城厉害吧 见到那些半步涅槃的妖兽冲杀而来 海沙反而是一笑 而后又有些心疼 这些灵兽粉制作起来也是极为的复杂 而且这也是他们海林王朝的特有之物 即便是它也是只有着有限的数量 五头妖兽赤红着兽童冲击而来 那海沙身形移动 身形暴力而出 而他的路线赫然便是远处林洞等人所在的营地 五头颁布涅槃的妖兽同时行动 那动静自然是不小 因此不少人目光都是投射了过来 而他们在见到这一幕时 心事一正 然后眉头便是紧皱起来 这里的人都不是什么蠢人 这情况只需要一看便知道 这海沙显然是没有抱着什么善意的念头 海沙你干什么 第一时间摩帖等人也是发现了这情况 当下面色便是聚变起来 力声喝倒 我们那边的压力太大了 我看这林洞实力非凡 既然如此 那便帮我们分担一下吧 那海沙大笑道 而后屈指一谈 一枚白球便射进了林洞等人所在的营地中 顿时爆发出一阵奇特的味道 而随着这股味道的蔓延而开 那原本追着海沙的那五头奔布涅槃的妖兽 目标瞬间转移 雪红的目光望着林洞他们的营地 而后踏着轰隆的步伐 在哪一道道惊骇的目光中对着他们冲击而来 海沙你个狗砸嘴 见到这一幕摩帖气得爆跳如雷 咆哮声远远地传开 周围的一些营地虽然他们对于海沙的举动颇为有些不齿 不过这时候都是自身难保 所以都只能同情地摇摇头 摩帖 等你们先挡住这五头奔布涅槃的妖兽再说吧 海沙森然一笑 而后目光看向面色阴沉的林洞 大笑道 林洞 先前你不是很有能耐吗 来 再表现一下 让我们再看看你如何斩杀五头奔布涅槃的妖兽 在说这话时 这海沙的身形也是迅速后退 那双眼之中偷着浓浓的幸灾乐祸 营地内 莫灵等人望着那冲过来的五头奔布涅槃妖兽 面色也是大变起来 他们也都很清楚 以他们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抵御下这种攻击 营地之中一下子变得人心惶惶 所有人的面色都是如同涂了白蜡一般 眼中充斥着绝望之色 林洞眼神阴寒地望着那退回去的海沙 他知道这必然是静默的主意 这家伙果然是贼心不死啊 莫灵 你们守住营地 这五头妖兽我来引走 林洞目光闪烁 玄机袖袍一抖 小颜也是略出 玄机化为战斗形态 一声低吼 威风凛凛 小颜 你也留在这里 林洞一声低吼也不多说什么 手掌一抓 那被海沙投射而来的白球 便是被他吸入手中 这白球不断地散发着 一种刺激着那些妖兽的味道 而且此时显然也是扩散开了许多 笼罩着整个营地 抓住白球 林洞也并没有什么迟疑 身性一动 并是在摩铁等人震惊的目光中冲出营地 并且对着后方暴虑而去 那五头妖兽显然对于这种味道最为敏感 雪红的目光在营地与林洞身上转了转 然后便是对着前者追杀了过去 营地内以及周围都是有着不少目光望着这一幕 在他们见到林洞竟然独自引开那些半步涅槃的妖兽时 眼中都是有些震动 谁都知道 面对着五头半步涅槃的妖兽 这里恐怕很难找出人单独抵抗 再加上深入妖巢 林洞此行几乎是必死无疑 林洞兄 你放心 你若是出了什么事 我会让金木海沙那些砸嘴为你陪葬 摩铁身体微微颤抖着 他望着那道迅速消失在妖巢之中的身影 面色也是变得极为难看起来 林洞的这举动就连他心头都是有些颤抖 唐轩以及刘玄面色也是极为的阴沉 目光看了一眼金木他们这边的方向 眼中也是有着深深的恨意涌动 能够来到这远古战场的都不是什么善灵 金木今天此举无疑也是激怒了他们 真是感人的一幕 远处金木望着这一幕却是森然冷笑 淡淡的道 那家伙恐怕连尸体都找不到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他以为他是谁 涅槃境强者吗 海沙也是森然笑道 林洞的这种举动显然是自找死路 可惜那些灵宝和武学了 真是给这家伙报显天悟了 金木顺着一个懒腰 嘴角微挑的盯着林洞消失的方向 南南道 跟我斗你还嫩了点 不过可惜你没机会翻身了 不过可惜你还没机会翻身了 不过可惜你还没机会翻身了 不过可惜你还没机会翻身了